首先呢我们先打开一个素材 打开达分析之后呢 然后这个素材如果是我们需要分割的素材 直接右键 右键然后在这儿有一个场景 减漆探测然后点击 然后我们开始自动场景探测 然后它就会自动开始分割场景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个三个屏幕呢 就是它分割的这个镜头 这个我是找了一个MV 因为MV有很多转场 然后这样就分割完了 好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片子分割出的镜头 在这个完成自动探测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是我们探测出的这个 所有的分割出的镜头 就有一些是黑屏幕的镜头 像这个我们希望这两个镜头 是完成一个镜头 那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镜头 然后点击删除 它之前两个镜头就会变成一个镜头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调整 就是这个粉色的线 这个粉色线的意思说 它侦测的原则是看画面的 相同是否相同 它比如说有一个比如说这有两只脚 这突然出现脚的转过去了 它可能也会算成两帧 那我们把这个敏感度调高的话 它可能算成一帧了 在经过我们这些删除和敏感度调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剪切的片段添加到媒体池 然后点击 点击之后可以把它关了 关了之后你看我们刚才分割的画面就在这里 全部全选 拉到时间写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大分期里进修调色了 好了 这个就是本期内容了 希望这个分享给大家在工作中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希望大家留言告诉我 或想看什么样的教程 好了 拜拜 拜拜